昨天前天吧,那时候我就被 反正就是呢,就开始网路上就狂刷一大堆的 就是我笔中指的图片,然后说什么我很没有教养啊 所以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骂脏话呢 好,我第一个要挑战的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发文的人是说是因为我是女生 所以不应该骂脏话 但是我想问,就是 那男生就可以,女生就不行 那不是我们现在最近在讲那个性别平权吗 那为什么是这时候还是会有男女的这个分别呢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是,那请问当时大港开唱的时候 陈伯伟在台上讲的话 还有一大堆什么大港你赢了 然后还有一大堆人在台上讲脏话的时候 你们怎么都没有意见呢 哦,因为你跟他们是同一个阵营的 所以不管脏话骂得多难听都无所谓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女生 就算我今天骂对方骂的是有道理的 那些人就是活该被我骂 然后呢,他们就说完全不行 再来就是,我也没有要吐槽呱吉 呱吉也常常他有什么屁股夹筷子啊 有的没的啊 也无所谓 我的意思是说这一群骂我说 你不能骂脏话不能比中止 因为这样会显得没教养 而且你是女生的这一群人 在面对跟自己同阵营 同立场的人的时候 他们骂东西都是叫好 在讲里亚人说的郑红仪 那个时候他们有去谴责他吗 他是直接骂一个特定的对象 甚至讲人家的爸爸相关的私事 然后讲的这么难听 有吗?完全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胡扯 再来 大家可以自己回头去看 当时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情境 其实很多人就说 你不要对这些塔利班动怒啊 我没有动怒 我只是在做我觉得 一个女生在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一个身为公众人物的女生 那一个老人 Lukas说还是要注意言行 不管什么颜色 毕竟我是政治人物 不是真的直播主 还是有老人家会反感 我觉得现在老人家 也没有真的这么老了啦 重点在于说 他们知不知道说 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 他们自己也有小孩子 也有孙子啊 我讲白一点 今天当一个女生 她在被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情 然后要被性别羞辱 然后要去讲说 因为你讲得很丑 所以你没有被骚扰 所以你要检讨的时候 那请问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表现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态度 那除了讲说谴责 然后除了讲说批判之外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就我的立场来说 就是骂回去啊 就我的立场来说 就是骂回去啊 为什么不能骂回去 当对方羞辱我的时候 我还跟她礼貌来礼貌去 那我今天不是活该得吞吗 再来 我今天如果像我这么 Tough的一个女生哦 这么强悍的女生 碰到这样子被羞辱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要说 啊 没关系啦 那就是这个 啊 这个这样做不好 我们谴责她 就这样子轻轻放下了 那其他比我更柔弱的女孩子 那她们呢 那她们怎么办 所以今天重点在于 我骂的那些人 她们值不值得被骂 我跟你讲 我再讲一次 对那一群垃圾 比中止跟骂脏话 真的刚好而已 那跟水准没有什么关系 她对我没水准 为什么要对她有水准啊 她今天先羞辱我的 我为什么不能羞辱她 我今天不是针对一个 很nice的人 然后我突然去骂她脏话 或是我不明就里 但是我去骂她脏话 或是明明她是善良的人 可是我去骂她脏话 都不是 都不是 那有人说 如果今天有狗咬你的话 你会去咬狗吗 我不会去咬狗 但我会打那个狗 我不会因为她是狗咬我 我就也说她算了 不会 没有什么算了 国民党就是因为 不断的在对民进党 还有那些侧义 跟那些网军 我不晓得我们在装什么高度 每天都跟他们算了 算了老半天之后 算来算去都算了之后 那就被吃掉啦 就变成是他们每天都在 霸凌跟羞辱我们 以此为乐 结果我们呢 我们每天都算了 每天都在温良公解让 为什么 我就是想讲什么 就讲什么 所以我说真的 媒体就问我说 那你有这样子的争议言论 请问你会不会改 我就说喜欢我就是喜欢我啊 那不喜欢我的人 那也是他的选择啊 那我尽可能做我自己 争取更多人的喜欢嘛 对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骂的是刚刚好而已啦 你今天越对他们算了 我跟大家保证 他是越嚣张 今天他可以去做 一百种我的 可能比中值的早安晚安图 自以为快乐在同温城里面传播 但有他们有任何一个人敢去说明 像我一样去说明说 为什么我要比这个中值吗 为什么我要骂人吗 没有嘛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 他们只要讲了这件事情 他们就是站在加害者的角度 而且加害者跟他是同阵营的人嘛 你们一边说你们在支持女性平权 性别平权 支持me too运动 一边在用不堪入目的字眼 然后呢 鼓噪 然后去羞辱另外一个女生 只因为你跟他的政治立场不同 所以从头到尾 你是在乎性别平权吗 你是在声援女生吗 不是嘛 你只是在做政治攻击而已嘛 性骚扰的这个过程事件里面 有些人真的做的不对 该被谴责没有错 可是你其实这就是在见烈欣喜 你这其实你就是在借由A事件 然后其实你是在做你的政治攻击 那这种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容忍 为什么我要容忍 我今天只要没有用违法的方式表达 比方说我骂的那些人 他要嘛你有种你来告我 那我们法庭上见 看谁对谁错 那为什么不行 很多人都觉得说 那公众人物要怎么样怎么样 要有一个高度跟格局 可是国民党的公众人物 大家不觉得吗 已经太多人 因为有那样的所谓的高度跟格局 然后被羞辱到 连人都不算了 被羞辱到 被羞辱到 就是连自己都站不好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忍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 不知道在哪里的高大上 形而上的一个格局或是高度 然后接受来自于绿营的羞辱 与此同时我们没有什么人 我们没有什么网友去羞辱对方 当民进党出事的时候 其实很少蓝银的人会去羞辱对方 但是当蓝银的人出事的时候 民进党他羞辱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 我在泰国演讲的时候我也说过 我觉得国民党不应该再任人欺负 不应该再让民进党欺凌 应该要站起来 应该要直求对决 而且 有什么好不能讲的 有什么好不能骂的 今天你对我有礼貌 我对你也是有礼貌 以礼待之 但是今天如果你对我没礼貌 你羞辱我 那我对你回去刚好而已 那想问一下 因为你是空战王 但是现在你在直播上 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语言 或者是比中止 那有商民都觉得说 公众人物这样的发言 好像不太突然 请来一看 我必须很严肃的告诉大家 当天比中止的情境是什么 是有非常多的网友 他们在性骚扰的事件之后 私讯我 以及在我的脸书上面留言说 徐炒心应该要好好检讨 为什么他没有被朱学恒 跟朱凯翔性骚扰 然后他们说我是台风眼 他们说因为我长得太丑了 身材太差了 所以才没有被朱学恒 跟朱凯翔性骚扰 我应该要好好检讨 针对这些网友 给他一句脏话 比他一个中止刚好而已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 今天我们要支持女权 今天我们要支持性别平权 今天我们要挺那些 被性骚扰的加害人的时候 有一群人 他们一方面说他们支持 但他们另外一方面 他们同时在网路上 用言语霸凌跟性别羞辱的方式 对待我 那我也知道 对这些人提告是不会成功的 他们躲在键盘的背后 找也找不到人 那这些脸书的资料 也不会提供给警察局 所以对我而言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白白的羞辱我骂我 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已经这么强悍的女性 我对那些骚扰 我对那些霸凌 我对那些羞辱 我就轻轻放下 那有更多的女性以后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她该如何自处 所以我今天不是拿笔中指去骂民进党 或是做政治攻击 我是针对那些无故对我做性别羞辱的人 给她一个中指 骂她一句脏话 真的刚好而已 所有的女生都应该知道 我们不是白白的要被别人羞辱跟欺负的 该反击的时候 就是要反击回去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检讨我 为什么没有被羞辱的垃圾 コメ epoca кая汚染 现实際有些检讨 声显 未经厂